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紙箱做玩具 大家一起玩遊戲 紙箱做玩具 今天玩什麼呢 哈囉 我是紙箱大人 海苔哥哥 哈囉 我是甜甜姐姐 甜甜姐姐 妳剛剛一開始的動作跟我不一樣 而且打中還沒精神 因為我心不在焉啊 妳知道嗎 我本來有準備好多好多的貓貓 要送給小朋友們 今天有沒有禮物可以拿喔 對 但是 我忘記放在哪 我怎麼找都找不到 沒關係 海苔哥哥有個特殊的能力 就是可以感應到 我們要的東西在哪裡 滴滴滴滴滴 滴滴 不在這裡 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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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 這裡有強烈的感應 好像在這個盒子裡喔 怎麼可能 我記得我那時候明明就放在一個櫃子裡 有聲音 哇 你打開 可能在裡面 海苔哥哥 你在騙我嗎 沒有 我怎麼打都打不開 那我再感應一下 我彷彿感應到有一個數字是4 4 還有一個6 是6 看到了兩個2 兩個2 最後一個有點模糊 很像8又很像3 3好了就3 到底是8還是3 哇 冒冒耶 不是 我一直在找的冒冒嗎 你怎麼會放在裡面啊 我知道了啦 一定我那時候在邊聊天 然後邊把它放進去 我才以為我放在櫃子裡 不過這個盒子好可愛喔 對啊 你們知道這是什麼嗎 這個就是保險箱 小朋友趕快準備好材料 跟著我們一起來做囉 那要準備哪一些材料呢 一起來看看 需要的材料有 紙板 熱熔膠 冰棒棍 瓶蓋 筆 長尺 以及美工刀 YA 我們的材料都準備好了 現在要歡迎我們可愛的小幫手 大家好 我是品真 大家好 我是語樂 哇 歡迎兩位可愛的小幫手 哇 今天太興奮了 因為小朋友都會想要把自己最心愛的東西 藏起來 對 藏起來之後還要把它鎖住 不會被別人拿走喔 是秘密對不對 對 所以爸爸媽媽趕快帶著你們的小朋友 跟著我們一起動手做吧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先來做保險箱的外盒 準備一片17公分乘14公分的底板 兩片 14公分乘14公分的直板 要當它兩側的牆 好 那我們就先把它捏起來囉 好 好 那就等它乾的時候呢 我們再準備一片 18.5乘14公分的板子 它就是我們的後背板 好 我們要將它變成一個外盒 所以就像這樣子把它黏起來 好 今天最主要的 就是這個機關門了 好不好 我們這個門是最難的部分 好 那就要揪過來囉 爸爸媽媽 我們來看看 我們機關門要準備哪些材料 首先我們要準備一個 18公分乘14公分的直板 好 那呢 我們還要準備11支冰棒棍 我要請品真幫忙 我們一起把這11根呢 把它放在這個板子上面 好不好 現在這個階段呢 為什麼要把它11根都排好呢 是因為我們要量中間 密碼鎖的距離 好 那就代表呢 我們中間的密碼 會用到的範圍是這麼的廣 這個時候我們就拿出 鉛筆做個記號 好 我們在這邊 這邊上面點一點 稍微畫一個記號 下面也是畫一個記號 另外一頭也是 然後呢 在這邊另外一頭 畫一個記號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就請品真幫我把它拿下來 我們就可以兩個點 連成一條線 這樣子呢 就會有上面一條線 以及下面一條線的記號啦 我們現在呢 就要來先把我們的 五個密碼鎖的位置 都要把它排好囉 好 那我們今天要使用的是 我們的熱熔膠 我們這個呢 不要對齊 我們的指板的最邊邊 我們要稍微留0.5公分 或是1公分的距離 那我就來拿一個 這邊對齊 這是我們的密碼 好 這是第二個 但為什麼第一支 它把它黏緊呢 那就是因為它就很像 抽屜的軌道 對 沒錯 所以我們的密碼呢 千萬不要把它黏起來 不然你就沒有辦法 去將它自由的移動了 好 來 輕輕的 好 那我把它對齊 好 這邊已經完成 有沒有看到 我們突出來的部分 就可以把它抽出來了 代表呢 待會兒我們就要來設計密碼 好 那這個任務 就交給我們的甜甜姐姐 好 那設計密碼 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嗎 問得好 我們的規則很簡單 我們就從最外面的兩格 可以填數字 然後呢 我們直的或橫的 都不可以有重複的數字出現 好喔 沒問題 那宇樂你有聽懂嗎 聽懂嗎 好 那最外面的兩格 寫數字 好喔 要寫清楚一點喔 很清楚都完全不一樣 好 那第二排也要再想一個數字 第二排我們要不要來討論一下 你們可以大聲討論沒關係 因為待會兒 設定密碼的是我們兩個 所以我們討論的東西 不會被你們 你們沒關係 因為數字待會兒我還是看得到啊 你不要寫到英文去囉 你好棒喔 好 那我們已經寫好了 寫好了是不是 對 然後也確認都沒有重複 OK 那現在呢 我另外一個工作呢 要交給甜甜姐姐 你要把它反過來 寫上同樣的數字 113嘛 對 就把它反過來 然後在這邊邊寫113 對 舉一反三耶 真的是很厲害 然後反應很快 那就可以交給我了 好 47 47 有點是數學很好 都寫完了 好 那我們要再一次的確認 好 來 評審確認 有沒有直的有沒有重複 直的沒重複 橫的也沒重複 好 接下來就是關鍵了 爸爸媽媽 因為我們要打開密碼 數字要朝上 要正嘛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其實是背面 我們要把它翻到正面 檢查一下 正面呢 我們看一下是不是正確的 有 這樣看數字都是正確的 所以這樣擺就沒有問題 好 那接下來 我就要來跟品真來設計了 這個時候你就不能偷看了 好 因為我們不能知道 你們可以聊天 但不能偷看我們設計的密碼 好 品真 現在呢 我們要來設計密碼 現在每一個都有兩個對不對 那你可以把它推進去 或是選擇拉出來 這樣子都可以 那你 看你的密碼想要哪一個 是可以打開的 好不好 我現在先全部都推進去 好 那你想一想 你想要怎麼樣設計 好 樂樂 你覺得 他們會用什麼樣的密碼呢 因為只有兩個數字 我們只要猜對一個 我們就猜中密碼了對不對 好 你們聊完了嗎 有 我們也設計好了 這麼快 我們沒看到了 沒看到了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看到了品真 設計的密碼是可以打開的 現在可以看出來是這樣子 這一個 接下來 我們就要來教爸爸媽媽怎麼樣做卡榫 用我們的冰棒棍 那我們這個呢 可以大概抓0.5到1公分左右 看爸爸媽媽 你們想要大片一點還是小片一點 那今天還在哥哥準備的大約是0.5公分 好 那我們呢 首先 我們就要先確定好 這個數字都有對齊我們紙板的邊邊 就要拿出我們這個棍子 先稍微靠住旁邊 那這個用力呢 代表待會我們呈現這個數 拉出來這個數字的時候呢 它會卡住 所以我們要做一個卡榫 那我要先請你幫我這樣子 先確定好 好 我用力的壓住 好 等一下我們要這樣子把它黏在這邊 好 那再黏的時候呢 我們要用熱熔槍 要把它塗在沒有數字的那一條才對喔 好 我們輕輕的給它塗上去 用完之後輕輕的給它擺上去 我輕輕的先放著 那你幫我拉拉看 數字的那一條是不是都可以移動 喔 很好 每一個都要確定可以移動喔 好 用力拉 喔 有可以移動 很好 用力拉 嗯 欸 代表呢我黏的是對的 好 那再擺回去你剛剛設計的密碼 好 OK 接下來要怎麼做卡榫呢 好 我們先拿出一片 我們要先從兩格的地方開始去黏喔 所以呢 我們設計的是 這邊是拉出了兩格 所以我們要找對齊兩格的地方開始 我們來黏住這個板子 那我們的厚度呢需要增加 所以我們要用兩片 好 一樣喔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密碼裡面呢 這一個也是兩格 那我們就在這邊把它卡住 OK 那這樣子呢 這兩個卡榫就確定好了 代表待會我們拉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是可以打開的 拉到這個位置的時候是可以打開的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就要來做中間 把它如果不是拉到這個位置 就要鎖起來對不對 所以呢 現在呢 我們就要把剛剛做的卡榫 我們把它推進去 如果他們猜錯的話 他們猜這個數字就會卡住 所以我們這個位置要對齊 喔 猜了這個數字會卡住 我們就是這個對齊 對不對 沒錯吧 好 很好 所以我們先確定一下對不對 嗯 沒錯 這個位置很好 好 那我們這樣子就代表 欸 好 我們卡榫卡對了 所以代表這個中間這一個呢 是等一下呢 我們的基準點 接下來我們要做另外一片 那另外一片怎麼去測量呢 來 其實很簡單 好 要把剛剛還沒有黏卡榫的 先拉出來 代表他們如果猜錯的話 就要卡住 這個拉出來 如果他們猜錯的話 就會卡住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把它黏我們的擋板 好 一樣我們都是黏兩層 好 那這樣子呢 代表他們如果猜錯的話 欸 這樣子就會卡住 第三個 乒乓棍的位置啦 剛剛你是設計這個號碼會打開對不對 然後這個號碼可以打開對不對 然後這個號碼可以打開 好 我們檢查一下 喔 中間的乒乓棍 完全都沒有被卡住 你看可不可以拿起來 欸 很好 代表呢 我們這樣子 待會兒的機關就可以成功了 好 那我現在呢 需要請你幫我這三個 要輕輕的壓著可以嗎 我要拿熱龍膠 千萬不要黏在有數字的上面 不然密碼數就失敗了 輕輕的給它壓上去 那我們再來確定一次 可以卡住 好 拉出來沒問題 推出去 所以這個密碼是沒問題的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做第三層了 中間擺橫的 中間擺橫的 這樣子 對齊中間 但是它是擺不同的方向喔 我們要朝裡面還是朝外面 朝中間 所以是這邊對不對 對 好 YA 我們的機關卡榫的階段已經完成了 我們現在就是要來準備一個直板 我們準備的尺寸是18.5公分 乘上15公分 待會兒呢 它要蓋在上面的蓋子上喔 好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要先把它這樣子對齊 把18.5公分的對齊長邊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要請品針來幫忙一下 我放中間也幫我壓著 好 我們先確定一下我們的密碼對不對 好 這樣子 嗯 好 這樣子卡住對不對 拿鉛筆 好 在這個地方 輕輕的做一個記號 好 那待會兒呢 我們這個就知道要擺哪個位子啦 好 那一樣 我們要拿出快乾膠 木片 一樣 黏在這個 剛剛做的記號的後面 那大概留一個冰棒棍的位子 好 不要對齊邊邊喔 因為我們等一下呢 前面還要黏冰棒棍 黏三層 三層 OK 那這個盒子要怎麼樣確認位子呢 這樣子蓋上去嘛對不對 對 對 那待會兒我們這個呢 要這樣蓋起來 所以我們要先確定好 我們上下的卡榫要一致 這樣是對的嗎 娛樂這樣對的嗎 不對 不對 為什麼不對 數字反了 對耶 數字反了對不對 所以呢 好 那沒關係 那我們就把它整個 顛倒過來 好 再來確定一次 這樣子 數字有沒有正了 有 有 太好了 好 那我們這樣子代表 這個位子就是沒有問題的 那接下來就是上面呢 要對齊相同的位子喔 好 那相對的 我們就要在上面 這個位子呢 也要黏上我們的卡榫的地方 好 那我先用手抓住 在相同的位子呢 黏上去 冰棒棍 來 就交給我 好 下面 剛才海苔哥哥有說 對 所以呢 我們對應邊 上面 我就要把它黏起來囉 好 那你要對齊好喔 好 黏好了之後呢 剛剛海苔哥哥是不是有做兩個卡榫 對 分別是上面跟下面 我們拿出一支冰棒棍 將它黏在我們的這個卡榫上 對 像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先將 日蓉膠擠在卡榫上面 要黏直喔 機關能不能完成 就要看看我 好 妳有沒有黏直了 有 再來就是等它乾就完成了 再來準備一個紙板 好 這個紙板呢 這一個 好 我們的是寬五公分 長十三公分的紙板 那我們在中間的部分呢 阿美工刀把它畫一刀下去 它呢 就可以這樣 它就變成了一個可以轉彎的紙板了 它可以折起來 這樣就跟翻書一樣 我們就可以做一個門了 拿出六龍膠 黏上去 接下來呢 一樣 在這邊給它黏上去 塗滿滿的六龍膠 好 這個時候記得 我們密碼鎖的部分呢 要朝這一個方向 然後呢 把它黏起來 OK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做最後一個步驟 保險箱就完成囉 喔 你要加上蓋子嗎 對 加上瓶蓋 好 當作把手 那我們開的時候嘛 都會從這裡開 對 所以我們就直接黏在這個地方 好 現在瓶蓋也黏好了 耶 完成了 那今天到底我們的甜甜姐姐 她們可不可以得到我們的小禮物呢 就看看她們的解鎖能力 耶 我剛剛跟品真討論了 已經放了一個驚喜在裡頭 娛樂 期待嗎 期待 來 那到底會不會解鎖呢 交給你們呢 我們來看一下有 有 總共反正就五個數字嘛 那我交給娛樂 對 六 我覺得六 好 零 零 二 這個給你選 有三次的機會好不好 決定好了嗎 預備 好了沒 還沒 第一次 我們先這樣子 所以你們選擇了 40251對不對 對 看看有沒有成功 不是40251 你們得來第二次挑戰 好 娛樂你 你覺得咧 六好了 這兩個數字 你最喜歡哪兩個數字 四跟七 你喜歡哪個數字 四 好 那我們就給他四 好 那六跟零呢 你喜歡哪個數字 零 好 那像九跟二 我喜歡九 八跟五 我喜歡八 那一跟三呢 三 好 那我們就給他三 好 來 所以呢我們這一次選擇的號碼是 四 零 九 五 三 八 各位觀眾 大不堪 來 先最後一次 好成功的禮物 得重新再來囉 最後一次囉 來 怎麼辦 今天我們要把禮物帶回去了耶 剛剛海苔哥哥常說什麼 一 二 三 四 五 所以我覺得有可能是 四是一 然後二是零 三 一 二 三 九 讚了 你認為下面兩個 五 五 那一跟三 一 OK 我們可以得到裡面的禮物的 確定 當然囉 我們那麼了解你 恭喜你們 答對了 耶 太棒了 我們的禮物被拿走了啦 那裡面的禮物是什麼啊 送給你們桃子 我們最愛桃子了 謝謝 希望你們吃甜甜每天都開心 沒問題 謝謝你們 那小朋友爸爸媽媽趕快動手做 做出一個屬於你們自己的保險箱 然後呢就可以在裡面放創 你們喜歡的小東西喔 沒錯 你也可以自己把它包裝起來 變成獨一無二的喔 海苔哥哥 我們想問問你們一件事情 請說 這個保險箱好棒喔 可不可以送給我們 嗯 好吧 請你好好的愛惜他 三分鐘做玩具 這邊海苔哥哥 海苔哥哥 海苔哥哥 要來教大家做什麼呢 將將將將將 我們的橡皮筋動力車 預備 發射 好 那我們今天這個橡皮筋的動力車 要準備哪些材料呢 我們要準備四個 中間挖了一個洞的瓶蓋 以及分別有兩公分 以及七公分長度的竹籤 長吸管跟短吸管 那我們吸管長呢是四公分 短的是一公分 還有兩個 兩個 那我們現在 麻煩麻麻 趕快帶著你們家的小寶貝 跟著我們一起動手做囉 那一開始呢 我們要先來做 車子的車體 好 那我們一開始呢 先拿出乒乓棍兩個 怎麼量這個距離 我們是會手筆葉 好 沒筆葉 然後嗶嗶看 喔 差不多就是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 把它的車體的前面呢 用熱熔槍 把它黏住 待會我們要來做這個輪胎 喔 輪胎要讓它旋轉 所以呢 需要長的竹籤 要跟輪胎還有吸管要組合在一起 長的吸管是前輪 好 那我們現在呢 然後我們把這個吸管呢 對好位置 前後呢 都給它塗多一點點的熱熔膠 好 那接下來呢 當然有前輪就要有後輪對不對 好 那我們拿出兩個短的吸管 好 那我們擺一下後輪的位置 試試在我們這個乒乓棍的尾端 待會我們的竹籤要穿過去 所以你的吸管的角度 要盡量是平行的喔 好 來 我們穿過去這個吸管 前輪一定沒問題 太好了 那我們看看後輪 好像不錯喔 耶 接下來呢 就是我們要來準備輪胎的部分了 好 蓋子呢 朝裡面 然後把它穿過去 那我們先呢 試試看我們的車子 可不可以往前跟往後移動 都沒有卡住 很棒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有吸管的部分 它是底部 所以我們要把它翻過來 接下來我們就要做這個 它的動力的機關了 好 那我們要先準備一個 短的竹籤 放到後輪竹籤的正中間 然後把它黏上去 好 那這一個呢 就是要放在這個地方 把它黏住 那我們的基本的動力車呢 車體跟輪胎就完成了 耶 好 最後呢 我們就要來加強它的輪胎了 我們的輪胎呢 要跟地板要有摩擦力 所以要準備膠帶 好 那就拉出一個適當的長度 減下來 那要增加摩擦力 要用膠帶 有黏性的那一面 還是沒有黏性的那一面 有黏性的那一面 沒錯 那我們要把有黏性的那一面 要朝外喔 對折到中間 讓它兩邊呢 可以黏起來 接著呢 我們就要把它黏在我們的後輪 對齊輪胎的邊邊 圍一圈 把它黏起來 耶 這樣我們就完成了 接下來呢 就要進入測試階段了 那我們的動力來源 就是橡皮筋 好 首先 我們先把橡皮筋準備好 好 先從前面 好 這個短的竹籤先套上去 輕輕的套上去 好 後輪呢 給它輕輕的抓住 然後呢 把它固定在 剛剛的 後面的短竹籤 兩隻手 壓住 後面的冰棒櫃 往後拉 預備囉 一二三放喔 一二三 耶 完成了 Give me five 嗚呼 是不是很簡單 對 哇 你看 連二年級的佩琴呢 都一下子就把我們的動力車 給完成了 所以爸爸媽媽 趕快帶著小朋友 跟著我們一起做玩具喔 在節目裡頭呢 不論是大玩具還是小玩具 每個都非常的有趣 等著你們來玩喔 那我們紙箱做玩具 下次見 掰掰 好 我們來比賽 這次厲害的 看誰跑得比較遠 坐吧 那你乖巧 來看誰跑得比較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